你把眼睛立上 这个是我的新运物 我把它送给你 你要一直好好戴着 哥 你一天都没吃饭了 你想吃什么吗 我去给你买 我不吃了吧 你早点回去吧 哥 我能跟你聊聊天吗 就像朋友那样 咱们不一直都是朋友吗 你想聊什么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不去找嬷嬷姐呀 现在 不行 怎么不行啊 你们俩互相相爱 互相成全的 这个社会上现在哪还有 像你们俩这么美好的爱情 看到我都想谈恋爱了 而且你现在都平安地回来了 我觉得嬷嬷姐 她肯定对你 没有任何的变化 你是男人 应该主动去找她 就是因为我是男人 所以我现在不能去找她 你是不是觉得 你现在没那么成功了 所以不敢去找她 那你要真这么想的话 我觉得你就是虚伪 你不高兴我也要说 我都病了好几天了 如果你要是因为 你觉得自己没那么成功了 就不敢去找嬷嬷姐 那你是不是觉得 人家嬷嬷姐当时跟你在一起 就是看上了你的成功 没那么成功就不行是吗 你们男人是不是多愿意这么想呀 那你怎么不想想 在你最红最火的时候 人家嬷嬷姐对你根本就不感冒 她是认识你之后了解了 你慢慢才喜欢上你的 这跟你成不成功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晓菱 晓菱 我能明白 你现在说这句话是为了我好 但是现在 跟我成不成功 没有关系 而是一旦我付出 我再失败的话 但是这又会让嬷嬷 重新陷入以前的困境 带来更多的伤害 所以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我也不能做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 我就是想知道 什么时候你们俩才能见面呀 我也喜欢吃的 我觉得 嬷嬷姐是个好女孩 你一定 一定 一定要珍惜她 谢谢你 晓菱 好吧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你要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嗯